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只要你往水里撒下一张网 第二天就能抓到上千斤的鱼 为了烹饪这上千斤的鱼肉 他们搭建了一个上百米的巨星石头壁炉 边吃着浆果茶边等待烤鱼 荒野独居全新一季开播 时间来到第十二天 场上还剩下五队选手 拉西一早起床看风景 表示昨晚吃饱烤鱼后睡着很舒服 艾美尔也来到岸边刷牙 拉西准备去查看鱼网 希望今天还能抓到很多鱼 五大鱼 果然抓到了不少鱼 这一张网抓到了五条鱼 但是他们每人都带了一张网 第二张网同样抓到了不少鱼 最后两张网总共收获了十条鱼 这足够一天吃到撑了 同样扫起的还有丹尼和李克 他们也去检查昨天放置的鱼网 鱼网抓到一条大鱼 这给李克激动的飞起 他们慢慢把鱼拉回 大鱼在水里求生欲非常强 最终挣脱了鱼网 两个傻子看着鱼网想死的心都有 网上还挂着半条死鱼 人家来下已经抓到了手软 一大堆鱼根本吃不完 然而维克多他们今天打算建造一扇门 安娜和比恩他们打算建造一个庇护所 在第六天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砍伐木头建造庇护所了 但是工程进度非常慢 一天只砍伐掉三棵树 这样的节奏下去 估计等到节目组破产 都还没把庇护所弄起来 虽然他们的庇护所规划得很不错 里面还有一个壁炉 但是建造的速度真的太慢了 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庇护所上 一个人去捕鱼 一个人搭建庇护所会不会好很多 维克多他们住在岸边 这里的分非常大 晚上睡觉也非常了 庇护所都还没有严聪漂亮 这两兄弟绝对是人才 现在安娜和比恩每天都在干活 却没有吃到肉 这样做效率只会越来越低 只有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干活 过得最悠闲的就是这两个奇葩 几乎一天到黑都在晒太阳 卡米拉在给玛莎抓狮子 庇护所里还有鱼在烤着 没想到这婆娘还能抓到鱼 卡米拉秉着吃饱发神经的原色 没吃做尽量不要找吃做 队友玛莎也是个奇葩 没有她陪伴 卡米拉绝对疯不起来 丹妮在整理鱼网 今天被跑掉一条大鱼 今天注定是饿肚子的一天 其实这也不怪鱼求生欲太强 只怪他们看着鱼 就只顾着激动忘记抓了而已 目前过得最好就是 拉西和埃米尔他们不仅有保暖的庇护所 还有巨大的石头壁炉 而且还抓到了这么多鱼 他俩基本每天有点吃的话 都在享受世界了 这个壁炉做得非常聪明 可以在外面烧火 反向给庇护所供暖 他们吃完烤鱼又吃浆果 真的享受得不得了 时间来到第13天 比恩今天计划把木屋庇护所弄好 屋顶只需要放一根横梁铺上防水布即可 如果安娜和比恩的木屋庇护所建好 那么就是这里最舒服的荒野庇护所了 马莎和卡梅拉这边也在干活 他们的庇护所也就这样了 剩下就是完善一些小物品 整体看起来还很不错 李克每天去抓鱼的必经之路被水淹了 之前放置了很多木头在这里 他打算重新铺一下这条水路 砍伐三棵树木铺在上面即可 李克叫丹尼去试一试 差点摔不接了 真摔下去的话直接分手得了 拉西和艾米尔正在完善庇护所 他们用树枝在庇护所里加固 这样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 而庇护所外面 他们使用地上的苔藓覆盖柱 不仅可以压住防水布 还能起到更加保暖的作用 他们的庇护所虽然没有木屋好 但是也算很不错了 干完活之后 他们打算今天休息一天 反正还有很多鱼没吃 安娜和比恩也住进了新的庇护所 虽然拥有非常宽敞的庇护所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获得食物 如果再抓不到鱼 可能饿不了几天就要回家了 卡斯帕起床坐在岸边发呆 来这里快两周了 他开始觉得无聊 维克多同样也有这种感觉 特别是有鱼吃的情况下 他们吃饱睡好就更无聊了 马莎和卡米拉正准备吃早餐 他们在铁锅煎鱼吃 可能是抓鱼太简单的原因 大部分的选手都有抓到鱼吃 庇护所又搭建好了 要么吃饱就睡觉 要么就找点其他乐子 丹尼和里克这边还在为食物发愁 他们算得上过的最差的一组 但他们是情侣 饭虽然没有吃饱 但不代表其他没有吃饱 卡米拉和马莎一天到黑都在烤鱼吃 鱼肉似乎永远吃不完 这样的求生虽然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时间来到第14天 安娜一早起床在刷牙 虽然没有牙膏 但是装模作样还是可以的 现在他们都有严重的口臭 卡斯帕在外面减浆果吃 这些浆果比鱼肉好吃太多了 虽然有点酸有点苦 但也比天天吃烤鱼好 面对这种休闲式的荒野求生 我真的有点看不习惯 他们现在不愁吃不愁住 过得太舒服了 我现在唯一期待的就是 卡米拉和马莎能去洗个澡 给我们开心一下 丹妮和李克在庇护所里准备改造炉子 李克刚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做 就被丹妮拒绝了 丹妮在说着自己的想法 李克像个傻子一样在听着 维克多和卡斯帕觉得非常冷 庇护所一点都不保暖 他们希望壁炉能多给他们一点温暖 今天他们打算再改造一下壁炉 要不然晚上睡觉时 两根香肠真的被冻僵 他们把壁炉包在庇护所里面 为什么就不砍伐树枝 把庇护所周围围起来 这样不就起到了保暖的作用吗 傻子做事我们还是少管 毕竟他们打人不犯法 丹妮这边给李克讲了想法之后 李克只管处理干活就行 反正丹妮就把男朋友当牛士 他就坐在庇护所里看着 什么事也不干 丹妮和卡米拉同样是女人 人家就舒舒服服坐着 而卡米拉累得像挑狗 马莎在庇护所里给她做事的 卡米拉在砍伐木头 站起来后感觉非常眩晕 卡米拉突然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就站在那里享受起来了 当她闻到焦味才醒过来 鱼肉在铁锅里烧焦了 李克在庇护所周围瞎逛 因为她被丹妮赶了出来 丹妮觉得她搭建的壁炉不好看 所以她要决定自己搭建 反正现在丹妮觉得李克好鬼毛用 李克有时候也真想一张苔血 盖在丹妮脸上 说归说她哪里敢这样做 毕竟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女朋友 能人一天是一天 杰斯帕这边已经改造好了壁炉 把防水布包住烟囱 也就代表着壁炉在庇护所里面了 她重新生火测试壁护所保暖性 果然有很大效果 里面变成了熏老鼠 门口变成了烟囱 她娘的这两兄弟 绝对是一对智障的人才 别人都在建造壁护所 只有马莎和卡米拉在造狗窝 这两个婆娘绝对没有我们现在看得这么简单 她们正在整理一张柳书床 还不如直接铺张垫子睡在地上呢 时间来到第十五天 半个月已经过去了 这里的天气七天比一天冷 拉西每天起床拉市明显感觉到变冷了 好在这里的风不是很大 要不然必须方圆几公里 都闻到它的味道 马莎起床后开始制作烤鱼 有鱼网抓鱼真的省事很多 比恩和安娜打算去爬山 荒野求生去徒步爬山你见过吗 求生过得像度假一样 我求求你们了 能不能去抓钓鱼吃 我是野外求生姐说 不是什么旅游博主 你俩能不能尊重下我 李克在附近不断地收集苔藓 而丹妮在收集江果 江果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维生素 好吃又美味 而苔藓可以用来完善庇护所 李克可能是太委屈了 这个大傻子直接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估计没人能像马莎和卡米拉这样快乐了 两人在庇护所里吃着烤鱼晚餐 时间来到第十六天 今天下起了小雨 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 身后的雪山也覆盖了不少雪 节目组的船再一次出现在这里 原来是吉斯帕和维克多他们选择退出比赛 退出的理由很简单 这比他们想象中要难很多 其实他们就是庇护所搭建的不够好而已 不愁吃喝反而感觉很无聊 所以选择退出比赛 接下来选手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